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就把我们都挣回家了 对 特别吓人 我当天晚上那个 因为当刚进入之后 一直都联系不上家人嘛 都会电话打不通之后 就通过网络电话呀 才继续联系上 联系上了之后 家人就说怎么样啊什么的 当时还不敢跟家人说很严重 怕担心什么的 就说啊 先之后再说 然后现在给大家看 贴一个镜的镜头 给大家看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在这儿 希望日本能加油 然后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 就是横滨 其实真的什么时候没有 还生机勃勃的在欢快着 对啊 经历了地震和爆炸 然后我们匆匆逃回家 因为学校要开学又逃回来 然后时隔这一个月 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都还平安快乐地在这里呢 然后当天我们拍 就是去取材的时候 有和学校的挺多留学生 一起坐下来在谈论这件事情 大家都说了自己是怎样的 然后经历了什么事情 然后各自都有挺多有趣的 然后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特别有意思 然后咱们之后要不要来看一下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那天的聊天情况吧 好吧 那个因为制作人说 让我们继续聊 我们继续聊一下 他要继续聊一下是吧 那就继续聊咱俩 回国之后 当年当时我是飞到北京了 然后在北京呆了 有亲戚在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玩了几天 转了转 看北京的七九八呀 然后它的那各大的shopping mode的那种东西 反正去那儿倒没看什么 有一个叫庸和宫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去过去过 然后我去那儿看了一看 那里还挺气派的 挺不错的 然后孔子庙啊什么的 反正自己自助游真的很开心 回去都不想回来了 打着遗难的旗号到处骗吃骗喝不说到处玩 其实也有点心虚吧 因为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都是在怎么讲 勤工俭学吧 因为是要边打工 然后边上学的 然后回国之后 也是那个打工的 就更别说了 就是成天在玩 这儿跑跑那儿转转 和朋友聚聚 不过确实回家之后 陪父母的时间的确是最多的 因为就是为了他们回去的 真的 这次我同学 我们去办那个再入国的时候 遇见几个朋友一起 就是说大家都说办再入国呀 你们这些手续都特别麻烦 而是买飞机票也特别不好买 就是在那个敌人之后 回国之前要办再入国 然后才能再回来 然后大家就在那儿说说 其实这次回去主要就是为了 静静孝心 对 为了让大家让父母能放心 咱们在这边再怎么说 他们在那头看着 因为国内看到的那些都是辅导的影像什么的 但是只有你真的回去了 然后让他亲眼看到 你是很正很 那个完好无损的回来了 你没有一点事 然后他们才算真的安心 是 我妈妈一直孩子到最后都不让我回 她就说 你再等等再等等 看学校能不能延期 朋友也是说 能不回去就别回去了 这生命重要还是学业重要 其实吧 说真的 没有那么严重的 大家看的那些东西吧 是 有那个什么的 好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往下看了 看看那天大家一起聊天的情况 对 当天就是来到了我的哪个学校 叫横滨市立大学 有几位 有四位 就是特有嘉宾 大家好 今天到的是金泽八景站 然后这一站呢 下来走五分钟 就是我的我现在上的大学 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 我现在的大学叫横滨市立大学 然后你怎么了 一不小心受伤了 看不出来 现在这样子有点对不起观众 但是请大家凑合看吧 今天我们就跟着楠楠一起去看看他们学校 今天还请你多多指教 哪里 走吧 咱们去看看 那我们走吧 嗯 我刚才坐车过来的时候 看见那个市立大学 我从这边过来的 嗯 我从这边过来的 这两边的画 就是去年西安前的时候 就是学校的那个 呃 就是说这周围的这两边的这个壁画都是市立大学的学生来画的 对啊 为了就是表现出一些这边是极那个学习娱乐为一体稍微有的这点 でき自个学生来的 YOUNG 英国人庄 柯鹿 江水 设计 中国的梦 一个路口 那你们偏偶住吃饭 就吃什么好吃 对,就只能吃 对,这一点有点不太好 过着过着就到校团口了 咱们现在在这 然后这是大概我们学校的 其实那个校区很小 所以转十到二十分钟就能转过来 那你们学校还有别的校圈? 还有,我们一共有三个 你到了,来,转个手 耶,二一个 因为今天要说来学校 然后就是有跟朋友在学校 说在那边稍微等一下 然后大家现在好像都在等 要采访一下他们 要看一看大家都怎么样呢 咱们就先进去看看他们吧 咱们就先进去看看他们吧 这边的银行是会很漂亮的 那是 可爱起来 然后我就不要再算了 戴着口罩就可以了 这里聊到了银行的口罩 但是他捂鼻子 一想起来就想捂鼻子 这边的一个床 那里面有那个小飞食啊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吃电当啊 那里面有电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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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s 他还没有电当啊 白痴子 看起来都清楚了 要突然间感觉 男小飞住全是男神 nào öm 要重複于越南的男生为人那么好 请来的几位朋友全是男生 我今天在学校的这边交流室 然后大家都是学生 其实那天有教我们学校的同学 然后当然呢 这次来就是想问大家 但是来的最后都是什么事 反正都挺越苗越黑了 不要说 比较麻烦 就看比较黑点吧 都是怎么过来 然后现在又怎么样 你还乐在其中 地震那天是就是来学校的车 电车上被堵在那了 堵在那之后 然后他就让我从前面下车之后 晚上因为车都停了 就在学校过了一晚上 和大家避难了一起 是吗 我是3月11号开始的地震 然后正好我是3月13号才回来 那时候地震已经开始了 我就没有回横滨 就直接在大阪 你当时那你飞机是停在飞在成田了 还是直接就飞到别的地方 我定的时候就是去大阪 本来想回来 你为什么要去大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这没有什么 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么问人家 是不是有什么生意 或者什么 没有 就是好那个放假 春假去玩 去玩一下 嗯 挺好的 然后那边都还好 它就是暂时性的有一些水或者是方位面 方位面之类的东西 就是短缺一直都缺货 其他生活什么都挺正常的 也没有地震 对 那挺好的 玩得挺开心的 哈哈哈哈 打着 打着避难的旗号 有这样的人打着避难的旗号到处玩 哈哈哈哈 你咱回国之后不也打着避难旗号到处回国 回国的回国的 啊我也回国了 我是11号地震以后 然后当时我在床上睡觉 然后被摇醒了 被晃醒了 然后还睡也朦胧的去上网查那个 查多少多少级地震 然后发现手鼠标都抓不住 哈哈哈哈 当地震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大 对对对对 就是在日本待了也待了三四年了 然后完全习惯了这种地震的东西 对有地震的日本地震 就是摇一下也觉得很正常 然后当时也没当回事 后来发现很就是震度很强 然后怎么说就是自己也相对受惊了一下 然后后来也就还好了 可是家里面很担心 对对 然后当时电话就没法完全没法打通了 然后家里面也找不到 然后后来是网上联系上的 然后后来突然出了核辐射的事 哦是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 然后我15号就奔回国了 也是从大阪走的 因为晨天不方便了 对晨天当时已经非常拿不到机票了 对那个家里面直接订机票 然后直接就回去了 当时反正也很急 本来是说月底要签房子什么 然后没办法只能说签回学 然后四月初刚回来 国内的话家里面的人就是 看见你健康了就很好了 对对对对 他们还是就担心的 主要就是看到人回来了之后 看着就没事了 像我的话就是 回去朋友们对我说的第一话就是 你上或者回来 然后我要回日本的时候 他就说你去送死 大家都是那么说 对啊然后国内的 特别是国内的新闻报道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点夸大的程度比较大 然后就像CCTV他在放的时候 也是感觉到就是 他总是把那个严重性扩大了 我看了就感觉是2012来 他就别跑了那种感觉 然后001不是有一部电影一本程度 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核富社出来了 那个什么三里岛那个核爆炸 那个电影又出来 我也在开始到处放着 misery 大家又有时 大家又把当年俄罗斯那个 切诺贝里的那些挺好吃的 过去了 国内的人确实挺害怕的 我回去你朋友还问你 你算是我 Christ пров 我给我朋友打电话 他们都问我和你通话是安全的吧 我和你通话是安全的 说起来,我都比较丢人啊,跟日本聊起来,我就说,好,日本人也都知道了,中国国内在抢盐,亚服,中国刚抢完了,韩国开始抢,中国追日本,然后韩国是追中国方位,跟着很紧,我是唯一一个在这边享受这个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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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震。 全过程的一个同学,当天,当天就是说,本来,本来也是,可能是不知道怎样安排,就那天没有打工,他在家里坐着,然后在那无聊玩电脑的时候,突然就电脑,就是电脑,房子就开始在震动,但是一般就是说那种小镇的话,就是在家就是平平安安就那样,就对过去了嘛,但这次就是看了,感觉越来越不对,就震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 到最后就是,中途一,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准备就要出去了,但是想,就是如果要震得再厉害,就出去了,然后过一会,果然又震得更厉害了,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就感觉那个大地,在那个颤抖的样子,颤抖这样子啊,地在颤抖? 对,整个地就跟那种,就这样颤抖的样子,然后,大地在颤抖,然后我站在地上,我还是跟那颤抖这样子,可能有什么情况,但旁边就是,可能我住的地方就是,人不是很多,车流量也不是很多,就是说比较安静,也没有什么人,就旁边那种居家住户就在这,可能在那叨到什么,但是没出来,我看就跟我一块来,就是不远处理,尤其是日本的老年的居民,对, 然后就这样看一会,很稳定的看一会,然后,对,然后过一会停了之后嘛,然后就再回去了,对,然后,之后的几次,余震,反正,就主要第一次都经过去了嘛,就之后那些余震,也就,一开始还又想出去,你也想到最后就干脱就那个样子,在柳带就是什么,因为毕竟就是说, 放弃了嘛,已经,不是,因为毕竟就是说,这次就是,死伤人数这么多,天报道上也分析,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就海啸, 对,然后我家住那个地方,就是,可能有点幸灾乐好吧,就是说那个,就算海啸扑过来,根本就大,就到达不了你那儿吧,对,然后地震的话,真也不可能像,就是之前有个东华片,就是什么东京巴基地震,就那个,好像那么严重,也不可能那么严重,最少就实验场之后,干脆就是倦带了,就不愿意出去,嗯,它也就这个样子嘛, 啊,说起日本人,这个弹顶呢,确实挺佩服的,我当天是在打工,嗯,穿起的Ladona,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就像在国内的那个什么西马特呀,什么的那样的大的购物商场,整个在那个商场里边就是,刚地震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挺兴奋的,就感觉,哎,地震了,地震了,然后后来就感觉越晃越晃越厉害越厉害, 好,地震,地震,然后就开始慌,然后广播就开始广播说,让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先指导着那个顾客先出去避难嘛,然后再自己,再工作人员出去避难,我就感觉如果这是在国内的话,大人家喊,管你是工作人员,是客人,肯定呜呜呜就开始往外跑,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店长领容,我们几个就开始去找,把客人全都送到那个紧急出口那边去,嗯,然后开始差不多都完了,我们才走的,你想,那一个大的购物商场里边, 得有多少客人,多少工作人员,差不多真的就是三点四十几分地震的时候,两点四十几分地震,不到三点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撤在那个外边的,那个,就是那个,曲家叫,嗯,就是停车场,嗯,停车场里边,就感觉腾好了,然后,当天不是还有点下雨嘛,嗯,然后那个,比克卡米拉的那个,工作人员还出来给我们发口罩,说最起码能有点用,因为附近也起火了嘛,然后说可以防, 然后再放一个相机拍照一下,但是大家就说能不能花点值钱,哈哈哈,反正我觉得真的挺佩服他们的,这是国民素质感的,对,对,对,关系是他们从小,他有这样的,房地震的教育,遇到这样的事,他们怎么处理的,嗯,这也是一点,我觉得,但是反正真的是他们预示不光的这个,精神挺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还记得以前,我们读那个,日本语学校的时候,还是有过那种, 所以觉得日本这方面的措施还是做的比较稍微,当时感觉地震完了之后,我一直都认为,日本人都表现得挺冷静的,我也觉得,没事,不用回去,我也觉得没事,但是,你亲膜,亲膜,那个刚刚过来的,我对你朋友,怎么样,地震的时候,你,地震是没回去的,是没回去的,嗯,不再铺住了,哈哈哈,先生,你在哪, 我当时就是,想去打工来着,嗯,然后我车来那边走,嗯,去自行车嘛,到一小商店街,我们车站附近小商店街,其实起街,就是,当时大家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哇,风好大,哈哈哈,哈哈哈,就是风大,都吹得乱摇,你知道吗,然后再起,我是那种反正比较适的那种,再起一会儿,然后就附近商店街,嗯,以前就是都没进去的,那个什么,那种店什么的,还有按摩院的店,那是电源全部往一跑,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高人在旁边就开始叫, 然后叫,然后我们先走了,然后我,另外两个,跟我一起往那边走的朋友,就,赶紧叫,我就把我拉住了,就说那些别急,然后等,然后,然后,当时看电源干的什么,也以为是风大而已吹的,然后等站上地震以后感觉到摇,然后看上那个,车站那个,山上不得有个,小商店,商业楼什么的吗,就看哪个楼就这么摇,哇,楼都摇,对对对,那个楼,也不算太高,但是摇得挺厉害的,啊,地震,然后就,就在这,在大部分,也没办法往哪里,往哪里跑,大家都在这,就是,就在这,看到底是什么, 什么情况,哇,那不两边都有借购,对对对,两边都是那个,小的楼,你知道吗,就根本就像那个豆腐块一样,对对,像那个pulling那种感觉,就,哇,那种一样,哇,那没有什么东西的落海,还是这样的,还好,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你知道我家,家里也是,就两本书倒了,甚至就是没什么,一楼还好,可能就,然后就等,等着以后,刚开始真的没觉得什么,地震完以后,然后,电车马上就停了嘛,嗯,嗯,就打不了工,然后就,您去哪儿,就,还打工呢,就,真的,因为真的没以为多严重,你知道,现在等一会儿电车就停了,你知道, 因为当时是提前一点去,等的时候还去那个西游,就逛逛街什么的,逛的时候又发生第二次雨震,你知道吗,你还正,坐上电车,到了西游了,没有,没有,我们就在车站附近的西游去,就行,在买点东西什么,进去,我一看那个商店里面,东西都那个掉了什么,那么,锅里东西,那个电源都很收拾,等第二次再震以后,就不让进店里了,就把我们都撵出来,然后我们就没劲儿去了,不过还好没坐着电车,要不然的话,我家都回不了了,我坐着电车去打工了,然后就在打工的地方走不了了,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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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行回家了,走了也是路上老多人,到家以后就开始看电视上放,大家都在往家走,我就老有亲切感了,我记得我能调整一下,走了三个多小时,走回家,对,我记得我那天什么,就是晚上去公司买东西,然后发现,像蚂蚁一样的人群就全在街道两边往这边走,对啊,然后说据我所知,反听说过有人走了十四个小时,走回家了,对,最多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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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电视就发现在山手县池袋车站采访 有一个人说家是哪的 他说他家是航兵的 然后上带往后走 我就想这得比我惨多了 天啊 我三个小时走回家了 他三十个小时是差不多的 可是他们日本真的还是有说有笑的 还是很乐观吧 特别是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乐观点的话就很难 特别是这次也特别感觉到 反正也是刚地震完了 也是有点小慌 你像路上震到回家 我就那天打工的时候震的嘛 然后也没吃出午饭 就想去买个面包什么的吃 走到空庇宁就看我 你比比什么面包那一天就全空了 后来走到马罗耶兹那个大潮市 进去一看 还是什么都没有 面包什么的 就平时怎么可能卖的那么干净 我想这一天他们的那个收入好高啊 对 当时地震的时候在大阪嘛 我就以为大阪因为一次也没震过 所以就跟普通正常生活一样 对 结果我就有一次中去买东西吃 去超市 结果我发现水出了580块钱一瓶的以外 其他全都空了 我家里有水 什么5000多一箱的水也全都卖光了 然后只剩下那种就500多一瓶了 可能这个时间是算了吧 然后那个店员就好像又拿回来一箱 还没就是入那个登录就被我拿走 然后我去结账 我去结账 那个人说你这一箱水从哪来的 没有这个货 我就说那天他刚换下我就拿回来 然后他就去登录 我就买了一箱水 但是我后来第二天去买那个卫生纸 正好我家那个T恤也没了 卫生纸也没了 大米也没了 地震之前我家正好所有东西都没了 然后我就以为正常去买吧 我去的时候就已经真的T恤什么的 就是那个手指什么的也都没有 水大米米面什么的都没有 你看了你写的那个 然后老太太还对上说 对啊 我去买的时候 没给我 但是他说那话让我特别感动 我去买 然后碰见那个店员 我就问他为什么大家都抢这个手指 他就说地震的时候如果物资供应不上 可以有的用 然后一个老太太就过来搭话 他就说你是留学生 外国人 我说问我留学生 他就说你家如果没有手指的话 我家昨天刚买了两卷 所以两桶可以给你几卷 给我感动了 但是对啊 就感觉那么不住的时候 有到大家跟我说那么好的话 心里可感动了 他们对那个震灾啊 或者是之后的物资流通都还非常迅速 反正大家就是总而言之 大家现在都还挺健康 就什么事都没有也挺好的 然后之后我们就因为开学吧 然后回国的朋友大家都回来了 哎 那你们两个在这待着是过多少天以后 基本上超市的那些水啊面包什么的就正常了 我是买着大米是快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才买得着的也是 之前也是 你像那个卫生纸也是就剩一两卷的你知道吗 就这怎么办 就能省了就省了 哈哈哈 是这样去找不用厕所 真的是除了就必须要用它的时候 其他时候就不用它 然后就那个是能省了 但是大米什么也是很像 有的时候在外面吃 或者是那个 吃点面吃 连面条都没有了 我也去超市 就是也是去西有那个食品超市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方圆面那一栏 空空的 水那一栏空空的 大米面 大米那个 还有什么 面包那一栏也空空的 就是我不明白 就连那个冻肉那一栏 sosage 什么你知道吗 它只要是即食的东西 就只要是能保存东西全都卖光了 就全都什么都没有 然后当然 后来慢慢的四月份好 然后附近有个东西后代 到那个一栏有卖吃的 然后四月份左右 然后面包要 二十多号吧 面包和大米就慢慢的买到了 但是说 但是在这期间好像也没有涨价 涨价 涨价倒还好 那个让我觉得挺挺的什么的 就是国内的话可能会 对 我也对这点 但是我看那个 挺感动的 像那个Family Mart 你知道吗 它正常那个一包 那个就是卡布拉面 原来是有140块钱 所有的一个背面的话 就当时就是专门拿了一个大箱子 说一百就是一百一十块钱 对 它反而会减价 对 它反而会减价 这点我觉得也挺让人可以 对 有些害的时候 大家是来帮助不下 对 中国人就开始发多难 才这个 花了将近一万块钱买了一张费机票 有一句 真的挺好的 机票就过了之后 涨得非常快 不过现在都已经 生活都挺正常了 这个现在就是很稳定 对 但是说起机票来 我觉得这不知道阿娜想的是什么 我回来的时候 竟然说买那个全日空的飞机票 她说3月11号以后回中国的人 可以享受一个超值的价钱 就是特别便宜 比学生票都要便宜的价钱回来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个可能是因为就是说那个 3月11号机票 对 不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不是刚开始占吗 对 刚开始占 之后就肯定就是大家都把那个机票和奇效 小伙子怎样 航班可能就会信用点赏 也有可能 对 人家可能也为了人家公司那种生计 对 要检查一下 对咱们来说那也是一个就是优惠政策吧 也挺好的 算是支援什么的 挺好的 你俩住得近吗 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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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那个 那你那边呢 不过咱们大概都住横滨或者是住东京 对吧 都住这学校周围 对 我那边 我那边 你不是也在这边坚守呢 我那边还好吧 其实主要就是说我家纸巾大米之类就是说 或者充足 对 比较充足吧 对 然后就是平常也有就是爱吃零食的习惯 就虽然去那个就是库米尼的话 可能就没有像面食这样的 但平常就是说正好在六斤 反正但是那个零食那一栏就是摆了还挺满啊 然后就买一些零食又怎样怎样 就反正先那么僵住一下子 嗯 那当时感觉反正还行吧 唯一可能涨价就是说那个水 嗯 当时没有的话就没有 就刚进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相对物价就比较高 嗯 就比如说原来99变成140多这样子 这别的的话倒还 倒还 哎 大家好 今天到的是性格巴景站 然后这个站呢下了五分钟就是我的学生 我现在上大学 当时说了之后 大家都十分有话题 因为都经历了这么一次之后 而现在呢 看看大家也都很正常在生活 然后全部都会不圆壮 也是特别开心 我们除了在学校看了看之外呢 在拍摄 就是拍摄这个之后 我们还去得下学校周围的一个 就是你到我学校就必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小成名寺 它是一个小寺庙 然后真的是不太大 不过里面的风景是让人挺惊讶的 就是你开始一个印象 就是它可能就没什么 就一个破破的小寺庙而已吧 我是这么想的吗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 它真的跟别有冬天一样 看了看 再加上那些贴气特别好 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在你们校园里逛了逛 然后去寺庙看一看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 带我们转转你们学校 好呢 前面这条路两旁全是银行说 嗯 到秋天的时候 我刚刚不说过 突然想说 都是团体吧 就是活动团体晚上在这边学生组织的 他们在跑圈啊或者训练呢 就特别厉害 然后这就是总会在了我们学校 的好迷之力 主要看到的一种表态 也算是标志兴了吧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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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像没有 这边好像没有 好多 天呐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大蜘蛛蜘蛛蜘 太惊讶了 那边有非常多的蜘蛛蜘 你看啊 这两个四个四个 这些蜘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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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蛛� 他们有习惯去晚上 就是12月31号 然后他们会在旅时 撞完钟之后 直接过来 球队已经敲了一局 特别有意义 他们到现在也保持得挺好 我十分就是对它上面贴的那种 那算是什么 辟邪的那些服什么的 有点兴趣 但是实际上是好多 特别有美国体育 但是说真的 爷在想吃糖吗 不知不觉中就走到外边 成名寺 成名寺市民灯的森林入口 这么高 还是改天再来爬山 那天是 估计这里早晨会有气的 一些人不爱是 没上去 老儿却不 是的 没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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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走到前面呢 就到了 我们要去看看 连仓文化的博物馆 是啊 说这个成名寺大家不太了解 连仓的话 好多人都是很明白 金泽八景 他为什么叫金泽八景 他为什么叫金泽八景 就是只要一年四季 有八种状态 四季八种状态 四季八种状态 对 就比如说天离下雨啊 或者晚地 然后这些都算一块下去 对 今天是星期一啊 嗯 一般是这个 博物馆啊 在日本 在中国也差不多 都是星期一 一般是休館 嗯 交换 过去 你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了 我也喜欢有山牛树 哎 这是一棵树上拍的画 是的 最后再使劲看 有这个红的 还有这个浅颜色的 虽然现在它有一些败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颜色 有这个 就是 一棵树上拍两种颜色的画 这比较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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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咱们以前说茶花 就是一只茶花 就是一只茶花上 开两种颜色的 对 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 这好漂亮啊 我就一直向往就是这样 两边都是櫻花树 然后櫻花开的时候 就交起来 那个隧道那种样子 因为咱们当时是 我们还在国内避难 然后我们的工作 就是拍摄园 他自己就去了 一个人的庭 挺寂寞的吧 一个人去拍摄 这样子 就是刚刚我的今天过的 在香港的地方 我认为这里 是很开心的 就是每个人都打算 那些大纯粹 我认为这些都在台湾 因为这些地震 有过去坎莱 这些地震 是准备的 是准备的 因为这个 在台湾 如果听到的,大家都有关心,很冷。 大约大约是三月的七月初过游戏 你可以看到当时从日本就在和民之外 大家都已经很正常地游出来 日本第一年的幻灵一样来赏花花 对他们而言地震真的没什么 好了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欣赏了美丽的樱花 对啊你想地震特别想去 地震把咱们震回去了 但是日本的樱花依然开得那么漂亮 日本呢说什么好呢 中国人外国人都紧张得要命 其实真的日本人对这次地震的话 还真都挺用现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词 都表现得非常淡定 对其实也有因为我们也就是尤其是在这里 也有专门去查过到底我们受辐射会怎样 或者说它这个辐射度到底能危害到什么程度 然后最后去查一下 发现在横滨受的辐射 就哪怕一直在在横滨受的辐射 那个辐射的量也没有到来回坐飞机辐射量大 所以说不准到时大家会坐飞机受辐射大了呢 之后那个我们看了一下横滨 我学校附近的之后呢 我们还在彩排 不是彩排 在拍摄的前一天 去了一个櫻木丁附近的一个街道 它叫野猫 然后在那里为了怎么说 鼓舞大家的信气 怎么说怎么讲啊 鼓舞大家的 又办了一个活动 它叫做野猫大道义 然后我现在手上也有它叫 就是咱们日本说的一些那些麻痴里 或者咱们中文说就像庙会 庙会的东西集会 然后它有很多它有魔术啊 它有大家出来玩杂技呀杂耍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条街上 它是街本身就变成了场地 所以当天是戒严的 从早上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我们当天从樱木丁那边出发徒步去 然后带大家一起观赏一下 日本他们在之后到底会怎样 这个里头画的特别 那小小的街道上面 大家有小圈儿 就是那边有场地啊 然后有表演项目什么的 光看这个就看项目挺多 然后它里面详细记载了各个项目 不过很遗憾的是一年只有一次 所以如果大家想来看的话 明年可以再来 而我们今年就稍微 现在大家看一下影像是怎样的 今年也是有点好奇 就是刚刚经历过地震之后 会不会像往年一样热闹 或者是会不会稍微冷清一些 或者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櫻木丁的车站 我们现在要进去呢 是一个叫野猫的地方 它呢今天有一个 有点小庙会的东西 然后有各种店啊 还有活动 那边我们就看 已经在开始了 的一些活动 我们去看一下吧 我刚才在那边先拿到了这个 他的讲解书 就是宣传册 然后里面有各种今天出展的活动 先看看这个是吧 他今天就是用那个 长的气球 然后做成小朵的形状 那中间掺杂这魔术 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要吃的地区 他那边看起来有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去看看 すごい 但气球能弄成那样真的挺厉害的 就看他的手在那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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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然后就一根小狗成形了 强大 我们下了那个地下铁之后就一直走 就能来到那个野猫的大通路 他在那个通路上呢 我刚刚看这个 就是通路上就有非常多的店 在举行活动 像这种旁边插得齐的就是 为了迎接今天的大道义 野猫大道理 然后大家都弄得非常滑爽 做了一些活动 哦 这个是魔术 他现在就是随便叫了一个嘉宾 就旁边在看的人上去 和他们一起做动作 看人家吹气球 不该怎么推不起他们 我别人推不起他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太棒了 刚才看见有迎面过来的人买 然后就买了一杯 这个叫芒果奶昔 我们走尝尝买 味道OK 挺好喝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长的一个 对 它现在在排的呢 就是往脸上画 小彩图的那种 你看它上面每一个小 那个 画的画都是可以选择往脸上画什么什么 这个是现在是免费的 然后大家都是在 为做一个故意活动 然后为了大家开心在做这个表演节目 特别 其实也挺想去的 但是实在人太多了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印直 就按照这样的步骤 然后可以印在手上或者脸上 皮肤上 那就切了这个就是 好 像我们现在可以看脸的 日本加油 现在我们就是慢慢往上走 从上面开始往下 然后把这一个大铜路转一下 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运动 从咱们上面看下面 然后他们在有各自的表演 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不辜自已 这节目有特别多 一 二 三 一 三 三 大人还要加油 要继续来 这只要表上就有很香的味道 一 二 三 你刚才看那一锅全部都是饭团 然后买了一个这样很热 它里面其实什么没有加 但是外面因为有涂酱油和他们涂的那种调味料 所以是有味道的 我会吃 我会吃 好吃 好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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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到这里了